在农村几乎每家每户都有这个灶台 小时候我也是吃柴火饭长大的 这个柴火饭是特别的香 但是现在政府呢 想办法要把这些柴火灶给取缔掉 因为这个柴火灶有点污染环境啊 他就希望大家都用这个液化气灶 但是液化气灶做出来的饭菜 也确实没有那个茶火所做的饭菜箱 在湖北烟尸有一个小伙子叫李国民 他就想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呢 他想能不能发明一款像液化气一样的 然后又干净卫生的无烟灶 接下来就让他下了不少功夫 最后他把这个无烟灶发明出来了 首先我从点火耐得一燃内油 点着了喷洒到那个柴上面 这样火一下子就燃烧起来了 但是我要火大火小怎么来解决 办一个风机来调节这个风的大小 燃烧的时候要无烟 就要解决这个污染环境的问题 这个机器有一个什么特点呢 操作很简单 能够调节火的大小还有风机 还可以把烟物里的阴氧化碳 还有这种碳颗粒达到二次燃烧 这样就不会有有发气体排出 其实烟里面它就是水蒸气 有阴氧化碳 有碳颗粒 我们就是把阴氧化碳和碳颗粒 再进行二次燃烧 以前烧一年的柴 现在用无烟灶可以烧三年 新银安全环保又可以节省资源 政府那里还能过关